烏賊一般大家腦袋裡所想到的這烏賊 你在海產店裡常常吃到 這長度差不多我的手掌這麼長吧 算這麼大隻也差不多了 可是你有沒有聽過8公尺長的烏賊 這烏賊的觸蓄比我這個人的身高還要再更高呢 這個烏賊發現在哪裡發現的呢 在南極的大洋底下發現的 科學家最近到了南極去探險 發現海底下的生物怎麼一隻比一隻還要大呢 歡迎資深媒體人謝國安 畢剛好 大家好 巨大的生物在南極底下發現了 而且這些巨大的生物不只是只有烏賊大 包含連水母大到6公尺的水母 還有什麼海星比一個人的手掌還要大 對 這一次日本NHK頻道和美國Discovery合作 在海底升630公尺 夠深了 拍到了大王烏賊 大王烏賊當然大家很多人可能都看過 也聽過 但你看到的都是死的 這一次史上人類第一次近距離 拍到活的大王烏賊 看起來還滿恐怖的 你看我跟各位講 科學家在他們潛水艇裡頭這樣目測 這個大概至少有8公尺 身體就有兩三公尺 天啊 8公尺幾層樓高了 那個三層樓它那個觸角像不像那個有沒有 以前清朝早上要叫人家起床甩的鞭子這樣 那個鞭子至少就5 6公尺 那個我估計成他叫他的鞭子 他的觸續就5 6公尺長 好 那麼這是因為第一次人類近距離看到 你看那個眼睛 你看那個眼睛 眼睛的直徑就1 20公分 炯炯有神啊 立方 我跟你講一下 其實史上不是沒有人抓過大王烏賊 在1873年芬蘭曾經抓過 比這更大 大兩倍 16公尺多 眼睛的直徑就已經有25公分了 而且動物學家還去分析 他說 不 我跟各位講 我們推估大王烏賊應該可以 最大可以長到18公尺 但是我這邊有一段影片 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是什麼呢 就是大王烏賊的天敵 抹香精 因為大王烏賊吃魚 但抹香精吃大王烏賊 你看 我們這段畫面就是 抹香精他去搜尋他的獵物 大王烏賊 找到了之後 他就跟大王烏賊來斷生死搏鬥 我要吃你 那大王烏賊要逃 但是抹香精很聰明 他 他知道 我只要把你這個老烏賊拖到水面上 你馬上就因為水壓的變化 七暈八速昏了 我就可以把你吃掉了 但是大王烏賊也會掙扎 所以他的觸心就會 啪啪 有沒有 就打到了抹香精的臉上 皮膚上 所以抹香精上面就會留下那一些 鋸齒狀的齒盤 而根據這個齒盤動物學 從這個痕跡來研究 他是否吃掉了大王烏賊 對 然後發現後來 他的胃裡頭都有大王烏賊的屍體 所以蛋白膜我相信贏了 而根據齒盤留下來的痕跡 科學家說 大王烏賊搞不好最長的有100公尺 你就知道那有多大了 好 那除了這個大王烏賊之外 我們再來看看 海底下還有很多大的東西 我們先來看幾個比較入門版的 比方說這樣的巨型海星 像枕頭啊 好大的 這其實都是出現在什麼 比方說南極的海洋底下 南極 像澳洲的科學家最近在那邊 就還有發現一個什麼呢 巨大的水母6公尺 水母6公尺很恐怖耶 對 水母就長了6公尺 那他們為什麼這麼大呢 海星變這麼大 水母變6公尺 原來他們學的這些海洋 海洋的生物應該是有一種叫做 巨大畸形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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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除了巨大畸形症 也有人也有詞一說 就是他們在海底下面生活 那可能也許他們天敵比較少 沒有什麼人去攻擊他吃他 所以他就無憂慮越長越大 無憂慮的越長越大 但是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大王烏賊 他是不是也是跟巨大畸形症有關呢 這個目前科學家還在研究 巨大畸形症在南極那個地方的海底生物 都會長得那麼大隻 真的只是一個巨大畸形症嗎 還是說在南極海底下的磁場裡面 有另外不同的一種磁場在 使得在海底下的生物的體積 都比一般的生物體積還要再更大隻呢 其實不只是大王烏賊的體型大 魷魚大家常吃到大概也都這麼大而已 但是巨型的魷魚大到什麼程度呢 大到連潛水夫都可以一口把你生吞下去呢 嘉玲 真實事件上有發生過嗎 我們常常到這個海產店去 我們一般一般男生去都會點這個中捲魷魚 都會說 比較大隻 比較大隻 但是真的很大的時候 你可能會嚇到 就像我們現在最近剛剛前面 所發現到的這種深海巨游 其實根據有些生物學家曾經講過 這個魷魚它可以大到什麼程度 所以有一部電影《神鬼奇航》 就有這個古時候都有聽說說 大到比一時艘這個木船 就是傳統海盜船還大 伸出了它這個爪子 把整個這個船都給包住 甚至把它給擠裂掉 破掉 因為古時候的船 它都是木造的比較多嘛 所以一般科學家認為 它不會主動攻擊人 但事實上在前這個有一些 應該是有一些年份了 在漁民之間 在這個中南美洲這邊漁民 曾經就有傳說 阿根廷有一艘船 他們出去的時候就有遇過 因為時間很久遠了 所以在這個記憶上 就是說在捕魚的同時 因為船上有養這個狗 狗帶出海一起放在船上 結果也是一個不明的這個大巫賊 就突然這個觸續就升上來 把他們的狗給吞掉了 那麼瞬間就能夠在船上 把一隻狗給吞進去 這麼恐怖的巨油 結果你知道嗎 在英國竟然有科學家 他們還現在在研究 要怎麼樣的繁殖這種魷魚 什麼 研究繁殖這個魷魚 這魷魚這麼的恐怖的 要繁殖它 是不是想要繁殖來吃呢 不是 太大隻了對不對 所以這麼恐怖的魷魚 結果很多人就在懷疑 在猜測 他們是不是想要來做一種 所謂的生物武器 就跟生化武器又有一點點雷同 就用這個恐怖的生物武器 來作為這個軍事用途 這也是現在大家在懷疑的 不然怎麼會去製作 去繁殖這麼可怕的一個生物呢 不過講到有這麼恐怖的生物之外 另外一種 來大家看這張照片 這看起來 這不是在烤肉架上面的兩隻巫賊 這不是 不一樣 這個是在中美洲 也就是墨西哥外海 一個當地人叫做紅魔鬼的一種深海魷魚 顏色很漂亮 對 看起來這種鏽紅色 好像很漂亮對不對 其實它相當恐怖 因為當地的漁民 如果有潛過水的 都聽過他們的叫聲 他們叫聲是這樣 咿 咿 就好像我們在講那個1234的咿 在海裡面這種恐怖的聲音 所以他們聽到都會覺得很可怕 甚至有些人在研究之後就發現說 它有三顆心臟 它有三個心臟 對 一個魷魚的身體裡面有三個心臟 那麼更可怕的是 它的血如果割開它 它流出來的是藍色的血液 所以有些人就很懷疑說 這到底是不是外太空 是外星來的一個恐怖生物 不過這都只是它的外型 還不夠說讓人害怕 最重要的是 它這個觸手 觸鬚上面 有這個每一個觸手上 就有300個圓圓的 我們去雲林常常吃一種特產 那個魷魚嘴 每一個嘴它都有這種尖尖的 尖尖的這個牙齒 它觸鬚上還有牙齒 對 你看這樣子尖尖的這個牙齒 不斷非常的鋒利 而且它帶有毒液 所以它在咬住了它要追的獵物 抓住它之後 它也是一樣瞬間就能夠把 它要吃的東西就能夠撕裂 然後送到它這個 這個紅寶具有的嘴裡面 所以在美洲外海一帶 不管是阿根廷 或者智利這些的漁民 都很怕這種的魷魚 他抓到它 一方面又高興說 有這麼大的魷魚 一方面也會擔心 會受到它的這個傷害 因為傳說不是傳說 就有新聞消息就說出來 曾經就有兩名以上的漁民 在遇到這個紅寶具有的時候 就真的被他們給 一個是在船上被抓到 另外一個是在海裡 被它的觸手給抓去吃掉 原來紅寶魷魚外號又叫做 紅魔鬼 這麼恐怖的魷魚 在海裡面你碰到 可要非常的小心 但是有些人就會想 海底下有這麼巨大的生物 有這麼巨大的魷魚 有這麼巨大的屋賊 那有沒有美人魚的存在呢 立剛 卡通小美人魚 我們都覺得很浪漫愛情故事 可是真的有人拍到的人魚 有人拍到啦 各位觀眾 就是現在你看到這個畫面 地點是澳洲的大寶礁 看到了沒 立剛 看到了沒 看到了沒 有尾棋耶 兩個長手臂有沒有 用尾棋在游泳有沒有 乍看之下來 遠遠看 你說不定會覺得 好像是哪個潛水客 結果不是 看到尾巴沒 看到尾巴沒 看到有多熱帶的 這個魚類游來游去 這個是一個遊客 他當時在天氣很好的時候 跑到大寶礁去潛水 水深只有兩公尺 你知道嗎 大寶礁是全世界 生態非常豐富的地方 最美的一個這個珊瑚礁 想到他正在跟魚類悠游自在的時候 還真的派他拍到了這條大人魚 是不是美 看不太出來 但是真的很清楚有沒有立剛 對不對 我們再看一次 你看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用尾棋在游泳的人 這真的 大概全世界最清楚的 人魚的一個畫面 就是各位觀眾 你現在看到這個 人魚的畫面 但是不要以為只有澳洲的大寶礁有人魚 立剛 全世界有三個地方有人魚 三個地方有人魚 剛剛我們介紹了南半球的澳洲 現在要來到了北半球的瑞典 同樣也是在2011年的9月 結果一群遊客到瑞典要出海去看海豚 結果拍著拍著拿著這個V8有沒有 拍拍拍 突然發現 怎麼會有一個白色的物體 跟在我們的船 我們的船開多快 他就在後面跟多快 這速度非常的快 大家一看起來以為 是不是浮標被這個螺旋槳勾到了 結果不是 為什麼呢 蘸織在前 呼煙在後 突然到左右到往右 就是很高速 但是噼哩啪啪在你旁邊這樣一直走 大家也是大開眼界 覺得這一定是不明生物 大家也覺得可能是人魚的一種 但是還有一個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以色列 以色列也出現了 地中海 以色列海法的一個鎮叫雅姆鎮 有五個人同時跟雅姆鎮的警方報案 說什麼呢 警方警方這個報警察大人 我們在剛剛那幾秒鐘 在海邊的石頭上看到一個女的 人魚 他外表是女的 那底下真的有棋 對我們微笑之後 馬上跳到水裡面不見了 五個人同時目擊 所以說雅姆鎮呢 當時就懸賞一百二十萬美元 那要徵求這個人魚的影片 不過呢 都沒有徵求到 那這些是不是真的有人魚呢 看起來好像真的有 人魚是否真的有呢 這個問號呢 大家還得再繼續探索下去 因為洋洋的廣大的海洋裡面呢 所有的生物 其實很多人類還並不知道呢 但是呢 說到這大洋啊 澳洲現在呢 是在夏天的時刻 可是溫度熱到 連加油站的油 都沒有辦法加了呢 我們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